央月美帝特别邀请国内知名的营养师谢宜芳老师 在疫情之后如何持得健康 和央月美帝新级主厨吸手 以花莲有机食材研发独家的养生料理 来帮助客人维持身体最佳的状态 拒绝COVID-19的威胁 规划了一系列的防疫三好健康膳食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帮助小农 能够帮他把东西卖出去 所以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央月集团合作 然后能够设计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就是很方便煮的条理包 帮小农把他的食材放在条理包里面 卖到台湾各处去 我想疫情期间大家在家里 很多人可能就不想煮饭 想说很多条理包 那刚好这时候央月集团也刚好设计这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个蛮方便的 疫情之后 央月美帝特别推出三好健康膳食 特别邀请国内知名营养师谢宜芳老师 来为大家推荐 并且有养生膳食料理的黑金宝鸡品 高亚鸡宝汤 是养生的最佳盛品 另外还有有机单身高亚鸡汤 其风味清爽独特也是一道优质保证的养生料理 而最后的奶浴格亚鸡也是别具风味 打完疫苗之后 多吃蛋白质是最好的选择 洋田良品热火馆也推出格亚鸡蛋 有机迷迭香豆奶让大家来选择购买 豆奶的程序是要做七到八道的程序 那豆酱只有做三道的程序 完全是有机最高标准的制作 因为它的豆奶的豆黄豆就是我们花莲 我们的农海厂特别挑选的花莲一号黄豆 就是我们夏先生他们种的 那我们长期跟夏先生他们的团队 用细作的方式来供应我们这样的优质的黄豆 那我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品质最高的 高蛋白质的浓郁最香的一个豆奶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我们的订单很多 都是因为疫情过后 大家都知道蛋白质对疫情过后的补充 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集团创办人总装也向大家介绍 格亚鸡火锅美食 新级主厨独特的膳食 提供住宿和消费者保健的养生料理 在打过疫苗以后 有些人有个各种不同的状况的时候 他可以加速的来恢复他的健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特别规划的这个是 这一锅是我们宜光老师特别给我们调配的 一些所谓的里面的像尤其是黑木耳 我们有一道就是黑金刚的 五大黑金刚的这样的一个料理 对我们这个疫情过后的这个 一直以来除了整个环境是有机以外 所有的食材都是用最好的 我们在地的有机小农的食材 然后都是以养生健康出发 让所有的客人来到我们这里 不只是我们做到十大的防疫 还要吃出更好的这些料理 所以我们每一道的料理都是精心特别配置出来的 花园市全国有机跟中面积最大的县市 因此散打出许多优质的有机食材 养养美的推出有机健康餐饮理念 致命营养是谢宜方老师积极推广全食物的理念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 养养美的推出提升身体保护力才是最佳的保健之道 记得订阅一下吧